嗨 大家好 我是小泽 今天呢 去市场主要是哪一部一代的SE 还有二代和三代蓝牙耳机 这就是主要的任务 那么现在我们去市场看一下 又是这熟悉的画面 小泽呢 每天基本上都会来到这个四楼的合作单口蓝牙耳机 机器 话不多说 机器两个字 老板就知道我要拿什么了 三代的顶配蓝牙耳机 ANC主动降噪 然后呢 这个二代也一并拿来给小泽测 这些呢 都是市场里面最顶配的 红模板 也就是用的是月虎的主板 最稳定的二代蓝牙耳机啊 老板拿这么多的机器给小泽 主要是给小泽挑这个机器 确保每一个都是最好的发给大家 拿32的给我 老板 黑的 亮的 对 还有吗 今天的重头戏啊 拿的一部美版的SE一代 这个是5SE啊 都是方正的外形 很漂亮 主要就是挑一部32的发给广东的粉丝 外观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的外观怎么样 小泽个人觉得是很漂亮 磕碰的话没有啊 都是细微的滑涵 这个外观真的是越看越经典越漂亮啊 这个苹果12呢 也是采用这种方正的外形 真的是 经典值得被延续 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一部呢 就是刚才挑出来的机器 现在拿去给粉丝测一下基本功能啊 一般的像这种有一点年代的机器呢 市场里面大多都是发心组装机啊 这种情况我们也会跟粉丝说清楚 粉丝觉得可以要拿的话 那么小泽就帮他拿机器 这些都是如实告诉粉丝的啊 那么小泽能确保给粉丝的就是他的基本功能正常 正常使用 没有问题的啊 小泽拿好机器之后呢 一般都把这些基本的功能给大家测好啊 例如WiFi 蓝牙 声音 还有这个拍照 通话 这些全部测一遍 确保没有问题 才发给买家或者粉丝啊 有问题的机器呢 或者找不到其他的机器 小泽也会积极的沟通这个客户 跟他把这个情况反映清楚 那么这一部机器呢 测好没有问题 现在给粉丝安排发货啊 非常感谢这位广东的粉丝对小泽的支持 那么想必你们肯定也会好奇 像这种有年代的机器能过得了爱事助手吗 那么现在就来看一下啊 这就是爱事助手的验机报告 嗯 都是正常的 这呢 是今天拿到的机器 今天有点惨淡啊 所以 不知道好 这手表加一个原拆的5瓦的充电器 我这个是SE一代的 一代SE 测好没有问题 这个呢 是二代蓝耀机 这些是三代 这个是两个二代 同一个客户下单的 这个呢 是原装的右耳 原装的右耳一代耳机啊 一代蓝耀耳机 苹果原装右耳 那现在拿去发货 感谢大家对小泽的支持 现在呢 安排发货 这些耳机啊 手表都是发的原通快递 现在呢 给广东的这位先生发货啊 SE 你的SE 拿好了 发走啊 顺风快递 那么今天的视频暂时先更新到这里 有喜欢小泽的视频 欢迎在下面留言评论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